谁懂啊 真的很想看袁永怡 在无限超越班大杀四方 不愧是吴振宇都不敢惹的女人 出了名的脾气暴 担心陈建兵太冷 袁永怡把自己的羽绒服递给她 陈建兵拒绝 结果被吼蒙了 不不不 你现在直接就把她给掏上去 直接掏上去 对对很厚很大的 直接掏上去 快 快 快点 真的气死人了 和黄秋生张家辉上节目 黄秋生教她怎么切姜 袁永怡实在受不了了 切四方 把刀都很髒 我帮你 你切了 说不通 黄秋生不想切 结果袁永怡大吼 我不懂的 滚了 真的不闹不得爽 杨坤玩游戏时 特意嘱咐不能喷脸 刚被节目组喷了一脸水的袁永怡 忍不住了 不能喷水啊 不能喷到脸啊 怎么不能喷脸啊 不能喷脸啊 你喷什么 节目中她和大家一起寻找线索 徐珍开车车还不断询问信结 把一旁的袁永怡彻底问凡了 不是个楼吗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楼吗 不 这个楼吗 不是 你不再开车就可以了 别再问我们是什么哪一个楼啊 别硬彩儿都怕他 长起来 穿衣服穿了啥 不要骂半小时 人家受伤那个什么冷到老 不管你啊 怎样怎样 哦 妈咪 what the fuck 你说是不是 衣服穿太少了 是的 不行这样 我也没有啊 妈呀 要看不走 你骂他你骂他你骂他 我有衣服我有衣服 和张智霖参加节目 别人都是老公在奋力的杂兵 而袁永怡张智霖这边 别人老婆开红酒是这样的 先摁一下 我没有 我把他摁了 转那个 我先把他摁下去 我才能断了 一提气的袁永怡竟然直接用手拧开了 当然才能压制吴振宇 吴振宇说张智霖的优点就是把袁永怡取走了 这些回国社会救赎工程了 做了一辈子的好事 哈哈哈哈